這組法總不會翻了吧 這組法總不會翻了吧 再翻我直接 人也翻起來了 直接後空翻 剛才那句話怎麼聽起來很像Fragg 再翻這棺材 呵呵呵 再翻這棺材的棺材喔 我想看耶 什麼樣子 你想看我後空翻嗎 不會好嗎 啊你可能看到我 嗯我可能要先 我可能要先到舊物車在旁邊背著 不然感覺會 會扭傷之類的 這要後空翻喔 沒有啦我嘴砲的 對不起 我不會後空翻 只是我想不到什麼Fragg的方式 想說來後空翻好了 等一下又來又來又來打到3點 不會吧 應該快過了啦 應該快過了啦 好啦你看很棒很棒 他他過了 第三款 轉版鎖定 炸版 好 完美劇本啦 現在 現在都是完美劇本 啊 轉速好爛 好 打擾 用秦皇王光會不會爆開 有可能 有可能會爆開 但我覺得秦皇有機會過的啦 再研究看看要怎麼過 第四關 做個懶人結板路線 好 小怪關 其實前面 劇本差不多啊 不太會翻船 結果後面的操作會比較 需要有一點點 熟練度 前面就照著打 手轉就好了 再翻打到早上 再翻打到早上 要這麼爆肝嗎 我又履不過了 真的喔 那還蠻逆天的耶 旁邊那個金蕭蘭 好 過去 掰掰 下一個關卡 第六關 第六關 很適合開那個耶 學會來 直接解冰凍 一直解冰凍 一直爽 接下來 有沒有 舒服吧 好 再來 把它帶走就好了 很爽耶 這個解法 關鍵都清楚 對 很爽耶 我這個操作有沒有 又又爽 主法 六六六 下一關 把鐵山關掉 沒問題 康給它 10 這也可以開 凹廣啊 都行 很爽 好啦 晚關呢 哇 在按出有點尷尬 那位置 應該沒問題的吧 綠木珠 老木珠 好 我 我 這個版面 頓時人生感到希望 這應該就沒毛病了啦 耶~~過了吧 再不過要準備後空翻了啦 啊 總算 這劇本 是不是 立Frag也能過 就知道這個有多輕鬆了 這算我試起來 比較輕鬆過的一個劇本了啦 好不好 給大家 漂亮喔 項羽也是沒問題的 讚讚 可惜不能後空翻了 你們到底是怎麼想要看到我後空翻啦 OKOK 大家用這個項羽出發 沒問題的